最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在玩电动滑板的时候很容易后仰摔跤 我估计你们其实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我建议你们在玩电动滑板之前就要先掌握最基础的蹬地滑行和下板 首先我们在上板的时候我们要把前脚放在滑板的前桥钉上 然后重心也放在你的前脚上 然后这个时候后脚蹬地 蹬地之后你的重心依旧是放在你的前脚上的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重心依旧放在你的前脚上 这时候你的后脚放不放上来板上其实都没有多大关系 ok 后脚可以继续蹬地继续蹬地 然后当你速度起来之后再把你的后脚放到板上 当我们要刹车的时候依旧是把重心放在我们前脚上 然后后脚悬空拖地刹车 然后下板 当你已经学会了这些你们再去用电动滑板来滑行吧 ok 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个滑板的小技巧 外面现在有点太热了 我们家里见吧 我回来了 接下来说回重点 在这一期视频里 我要教你们如何用一台iPhone 制作成你们的提磁器 我们平时在录制很多像评测类的这种 要面对镜头表达自己的观点 说很多的话 而且这些话都不太生活话 都是不太好记的内容的时候 如果没有提磁器 光靠记忆的话 我们就会经常说着说着忘词 或者是卡壳 这样的话 你就会一直重拍重拍重拍 重拍好多遍 才会把完整的一大段话讲完整 你就会导致你的视频拍摄的效率非常的低 当然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后期的时候把卡壳的部分剪掉 把每句话拼接在一起 但是这样子出来的效果 其实没有完整的把一段话讲完那么好的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 我要不就给自己买一个提磁器 当我在淘宝搜索之后 才发现原来一个提磁器要这么贵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 后来有一天我在手机上看我的视频稿子的时候 发现原来iphone的page app里面有一个演讲者模式 在这个演讲者模式下 我们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和滚动速度 哦 那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棒了 我就可以直接把手机架在相机上面做提磁器了 随后我就想了各种方法把手机装在相机上面 一开始我用了go pro的各种配件和一个手机夹 把iphone装到了我的m50的热靴上 结果测试效果并不理想 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出来 我的眼睛一直在往上瞟 非常的明显 一看就知道是在看提磁器 所以这个方案不太行 接着我又尝试了把我的iphone放在相机的旁边 结果测试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盯着旁边看 像是在看翻转屏 直到最后我把iphone放在了相机的下边 放这方法其实很简单 相信很多vlogger或者是视频的创作者 都会有八爪鱼这个工具 我们只需要把八爪鱼绑在三脚架上 让你的iphone在镜头的下方 但是又要让iphone尽可能的往上挪 目的是让它尽可能的和镜头在同一个水平线 然后开始录像 点击iphone屏幕开始滚动 多尝试几次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字体大小和滚动速度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这样子拍出来的效果吧 哦对 其实不用看效果 因为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用这个方案录出来的 我把这个方案拍出来的画面 后来也给了很多的人看 他们都说很难看出 我其实是在看提示器 我们还是三种方案来对比一下吧 这样对比的话是不是就很明显了呢 把iphone放在镜头下方的这个方案 看起来是最自然的 自从有了提示器啊 我的视频的录制效率就非常的高 1200多支的评测稿子 我大概花15分钟就可以录制完成了 真的效率非常的高 换说是以前纯靠记忆来讲稿子的话 可能拍起来要大概一个多钟吧 而且拍出来的效果还不一定很好 所以今天我就特地做了这期视频 来分享这个方法给大家 当然这样的方法也并不是万能的 在我使用的过程中 我发现如果我换成11-22那颗超广角镜头的话 眼睛盯着屏幕下方的情况就会很明显 这里我画了一个示意图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我用22毫米这个镜头来拍摄的时候 我会把相机放的比较远 这时候我眼睛往下看的这个夹角度数是A 而当我用11-22这颗镜头的时候 由于画面比较广 我就会把相机放的比较近来拍摄 这时候我眼睛往下看的这个夹角B 就会比夹角A的度数更大 因此也就更加明显 就会显得很不自然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镜头和合适的距离 不然真的会很明显的 讲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想问 如果我没有iPhone只有安卓手机 那是不是就不能这样玩了呢 这个后来我也研究过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你的安卓手机上 安装一些电子阅读类的软件 比如说多看阅读啊 然后将你的稿子以TST的格式导入到APP里 把翻页动画设置成上下 配色设置成黑白字体调大一点 界面设置为横屏 最后进入阅读模式里的自动翻页模式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从此你录视频的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效果又很好的方法 如果你们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的话 那就赶紧点赞投币收藏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视频吧 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频道里 开设一个专门面向Vlog拍摄和剪辑的一套节目 名字就叫做波子的Vlog课堂 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拍摄Vlog 拍摄视频的各种经验和方法 包括前期的后期的都会有 如果你对这样的教学内容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赶紧关注我吧 你们的投币与关注就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突然间不知道应该去搭讪谁 突然间就好自闭 搭讪路人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OK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愿意配合我的小姐姐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 uz事的转换 听说马attle